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因果 这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类因为语言行为和思维产生的因 它一定会产生果报 修心之人一定要注意 克制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 要知道由于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和思维的因 会导致什么样的果 所以佛法界有句话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你们现在都是在学菩萨的人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要想到后果 要害怕后果 而现在的众生 想做什么 先做 想享受 先享受 到了果来的时候 那才叫苦不迭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众生爬山 很多的法师一起爬山 有一个弟子突然之间摔倒了 他一伸手就抓住了经济 就是那种藤条啊 在山上的 他把上手全部都划破了 老禅师看到之后说了 经济 习惯 一不别物 也就是说这种藤啊 带刺的藤 都喜欢跟着别的物 就是跟着别人而长 你缺去抓住他 缺去依靠他 你当然是自讨苦吃啊 所以学博做人 不要去依靠 不能依靠的人 我们要依靠正信正念 依靠博拔 我们爱国爱家 爱众生 爱观思音菩萨的慈悲心 我们一定会换回菩萨的大智大会 一个人为什么会吃亏 为什么会上当 因为人都是在选择性的看这个世界 人只看得见和留意自己相信的事物 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物 他不会去留意的 甚至视而不见 由如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只看到对方的优点 从来不发现对方的缺点 结婚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不相信的事物 会发生在对方身上 看事物不全面 就是偏 台长说了 一个钟 再好的钟 如果不准点 那就是偏 所以 犹如扭扭扣扣一样 当你一个扭错扭错了 你全部的扭扣 全部都会错 等到扭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我做的一生全是错的 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偏 不要错 台长告诉你们 长思己过 以戒为本 客不于吃啊 就算了 有一点 很多人 这一生最后的 原来还没有 这个人 这个人 没想到 找个福 Austen 没想到 你 这么大